今天是2023年6月15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我有我周天慧 今天想说两宗新闻 第一宗关于美国邀请香港特首的弹弓手事件 第二宗关于中美关系最新的发展 这两个话题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件大事 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将会在几日后6月18日和19日访问北京 世界政局近期几乎环绕着布林肯访华来转 中美互相过招 其中之一就是美国放风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 出席今年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APEX会议 本来美国国务院回复国会议员封信 就说会邀请被美国制裁紧的李家超 出席APEX领导人 中国人肯定记得美国1999年轰炸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就是说自己用错了地图 拿了一张旧的地图来炸你了 过了二十多年 美国仍然是努力地为地球创造笑话的 真是值得大家尊敬 李家超成不成行 坊间真的有不少的解说 例如有美国资助的传媒访问了一个学者 得到一个很高质的答案 这位学者就认为 李家超上入一年来 就没有去过五眼联盟和欧洲 主要出访是内地和一带一路参与国 所以认为李家超在国际社会 成为了不受欢迎人物 如果他长期缺席在国际重要场合 就变上香港的国际地位 就会降级 在这里我们又看得到一涉及到中国议题 连学富五居的高级知识分子 都会变得眼光狭窄 学者先生就将国际两个字 简化简化再简化 当成了五眼联盟和欧洲 就是国际的全部了 觉得李家超被欧美制裁了 就会是全世界都没有运行 这些很明显就是欧美即是全世界的思维 欧美人士这样想都可能问题不大 但欧美以外的人这样想 是否充满了劳性和自卑心态的体现呢 李家超如果去不成APEC 只是代表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发达国家 洗横手搞香港 但欧美以南还有整个Global South 是等着香港开发市场的 所谓国际 怎只得欧美这么简单呢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邀请李家超的事件 可以看得到更多东西的 我们之前在焦点都有说过了 美国邀请李家超其实是帮着自己打开 对华外交困局的缺口的 但是拜登政府看到有反对声音就立即缩都缩不及了 反映了两点的 第一拜登很废 布林肯更加废 这个是事实 但不是这个情况的答案 更大可能的就是第二 拜登明知会有反对 所以作状向国会交了一封写错的信 等议员政客反对的时候 拜登就顺势肃杀 然后就和中国说 我做了的了 中美好友好的 不过坏了不关我事 大家都知道 中美齐齐确认布林肯访华之前 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秦刚 是谈了一轮电话 秦刚和布林肯说 就希望美方落实 集败会达成的共识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又再次叫美国停止干预中国的内政 布林肯访华 美国一定是需要迎合中方某一些条件 和一定要表现足够的友好 但如果友好只是表态 而不能转为实质的政治好处 那就纯粹是吹水不抹嘴了 美国将李家超的制裁松绑 甚至是解除 就是减少干预中国内政的一种表现 美国做不做到呢? 未知 相信起码要等布林肯访华之后 才可以看得到国家是怎样和美国博弈 你明白了 知否世事常变 美国变幻原是永恒 剧本连我都识写了 是不是有可能 美国七月就说邀请李家超 八月改口就说维持制裁 到九月突然之间就说可以有条件去APEC 跟着十月头就有政客说李家超一来就会拘捕他 十月底美国国务卿就出来写包单说OK的啦 来啦来啦 谁知十一月 李家超的飞机飞到美国上空的时候 机场控制塔突然收到指示就说不让你降落 至于此类的戏码 是政治娱乐化的美国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不过这些是我老作的 未必是变真的 所以说李家超事件是中美关系的风向标 反映美国对华求和的真实态度 现在只是六月 你永远都不知道美国有几五时花六时变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美国这个时刻是需要中国保证一些东西的 美国通胀数据连续跌了十一个月 五月份的数字是4% 看上去都不错的 美国可以因为这个消息爆一爆 但美国经济依然面临其他问题 美国绝对是没有表面上那么好景的 在国际形势上 随着金砖国家蒸蒸日上 美国和他的G7盟友影响逐步下跌 有法国传媒就新鲜滚热的报道 就说法国总统马克龙 今个月初就和金砖峰会主办国南非的总统 就通话 提出参加今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想法 成不成事就未知 连法国媒体都形容马克龙这个倒注 是有点疯狂 亦都是前所未有的 有担心亦都有兴奋 法国是G7的重要成员 G7经常说要对中国 但现在法国想埋金砖国家队 你说G7是否内部真的慢慢地分化呢 当法国、德国甚至意大利 慢慢地和金砖国家走近 G7剩下的美国死忠神 即是日本、英国、加拿大 到时是否真的会和美国抱着一起死呢 所以说回来 我们觉得北京肯定是招牌双手 等看美国表现 美国请不请李家超出一套APEC 承不承担倒之后衍生的种种后果呢 唉 美国你自己想定它吧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